宫门外 还停着不少进宫赋宴的命妇贵倦的轿子车马 魏无羡看了一眼 朝接引的宫氏问道 这些人还在长庆殿 宫氏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 宫申回道 圣公不遇 贵妃娘娘怕宫廷生乱 所以命她们暂安 待一切安稳之后再行安排出宫 历来皇帝有样都会沿进宫廷 这安排并没有错 魏无羡点点头 又道 怎滴不见其他几位皇子的车架 是还没到 皇子府邸都进皇城 他是从城门附近来的 没理由走到他们前面 许事耽搁了 殿下快进去吧 圣上等着那宫氏低垂着头 看不清眉眼 魏无羡亲密了他一眼 没再说话 率先走了进去 宫内高台楼宇 守卫的军兵净若雕塑 魏无羡有些不安 又走了一段时间 快到魏帝的起居殿时 脚下猛的一顿 他终于知道心里的不安是由何而来 从宫门过来的这段路上 净一个宫氏也没看见 殿下 怎么了 街隐的宫氏问了一句 魏无羡面上并无多余的神色 没什么他继续往前走 只是脚步明显变慢了 魏王妃可在宫中 藏色是宗妇 宫中燕尹必定会请她 王妃臣起不适 只派人送了贺礼来 江府的于夫人和金夫人都在 魏无羡暗暗输了一口气 幸好母亲不在 至于于夫人 江大人是文官 江城虽在禁军中 可职位并不高 那么多贵卷中 并不显眼 我想更衣 这那宫氏犹豫着 神色录了些紧张 圣上正等着 不如 见此 魏无羡更确认了心中猜疑 直接打断道 身体不适 见驾视为不敬 你难道不知 奴才 不敢宫氏盲宫申请罪 只好带着魏无羡进了附近的宫殿 小半个时辰后 一个宫氏衣着的人 从宫殿后窗翻了出来 身形轻盈利落 朝魏帝的起居殿前了过去 后宫 啪 的一声 温叔将手中的暖手炉狠狠灌在了地上 一群蠢货 连个人都看不住上好的古词暖手炉被摔得粉碎 宛若杨之玉的碎片散了一地 满屋的碧蒲符跪在地 战惊不已 告诉二公子 加紧搜寻 找到了也不必留活口 还有 加强四皇子宫殿的守卫 一时间 宫内守卫更加森严 寻卫换岗也丝毫没有空隙可寻 魏无羡几乎是寸步难行 天色入暮 夜风瑟瑟 魏帝起居势里 温潮不耐地催促着给昏迷的魏帝 枕脉的温情 你能不能快点 只要保证他五日之内自然病逝就是了 还整什么脉 温情暗暗翻了个白眼 收了手 取出银针落在了魏帝的周身穴位上 温潮凑上前看了几眼 怎么一点变化也没有 温情在魏帝身上行针 一言不发 被无视的温潮面色一沉 别忘了 你那一只的性命可都在我手里 太快容易被人看出来温情无奈 开口应付了一句 温潮哼了一声 撇了一眼全跪在床脚瑟瑟发抖的高公公一眼 老头 等过两天送你们一起上西天 你可别提前死了 不多时 温情收了针 与温潮一起离开了 刚出了店门 温潮就开始叱骂手下的兵士不中用 这么多人连个魏无羡都找不到 小人得志的嘴脸惹人生艳 温情面无表情地回了房 温潮给他安排的地方就在魏帝起居室的后殿 刚关上门 就被一把冰冷的匕首抵在了喉剑 温情心里一惊 又很快镇定下来 你若杀了我 魏帝即刻就会身亡 什么意思 魏无羡压低了声音 我并不想是君 只是我一族的性命都在温潮手中 我不得不来 且我行得真并无性命之害 只是看着虚弱罢了温情家中还有弟弟和幼稚 并不想莫名其妙丢了性命 直接将真相说了出来 我凭什么信你魏无羡手中的匕首向着温情的脖梗贴紧了一分 温情面露无奈 她确实不想害人 可也确实拿不出识句 你若不是听到了刚才店中的对话 是才我一进门就应该杀了我 而不是犹豫 我说的对不对 魏无羡刚才确实听到了店中的对话 正因为这个才没有果断下手 可也不代表她能相信他 两人僵持着 温情突然把手伸向了腰间 魏无羡手上的匕首一紧 立刻就划破了温情的脖子 别动 我只是想拿针带温情说着 将手上的银针布袋举到魏无羡面前 解释道 想必刚才我给魏帝施针时 你就在店中 你若不信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身后的人没说话 温情试探着抬起另一只手打开了布袋 见魏无羡没有动作 便抽出银针 按着刚才给魏帝行针的顺序 在自己身上扎了一遍 见此 魏无羡也没有立刻撤手 而是等了好一会儿 见温情确实无碍 才将匕首移开了些 事关紧要 还望姑娘勿怪 传闻世子殿下年龄虽轻 但形势周全谨慎 可见此言不虚 被人道明身份 魏无羡也并无意外 此刻也没有完全信任温情 只是不愿伤及无辜罢了 她慢慢后退 从一旁的窗口越了出去 她自小便在宫中来去自如 对这里的地形再熟悉不过 也因此躲过了多次搜查 过了好一会儿 温情才缓缓转过了身 躲不走到窗边 若无其事地关上了窗户 夜半的寝宫内 帐漫重重 空旷且清冷 魏帝紧闭双眼 安静地躺在宽大的龙床上 高公公默默跪视在一旁 高公公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压得极低的声音 高公公猛地撤了搭在魏帝腕上的手 移到了被子上 看着像是在给魏帝掖被子 一切只在瞬息 她转过头 看着从帐漫后走出的人 墨帝睁大了眼 殿下 魏无线怎么在这 魏无线走上前 先看了看魏帝的情况 见他虽然昏迷 但气息尚稳 应是无碍 这才真正放下了心 可他身后的高公公却是一脸的心急担忧 他刚要开口 就被高公公打断了 快走 声音轻不可闻透这些交集 魏无线以为高公公是在担心他的安危 公公不必担心 他们找不到我 宫中暗道多 以前跟景渝他们玩捉迷藏 我就没输过 我会想办法将消息传出去 有蓝湛他们在 不会有事的 高公公一脸无奈 看了看床上的胃底 终是没有再开口 现在是半夜 也不会有人进来 魏无线光明正大的留在了店中 等一日送饭的人进来时 他已不见了踪影 魏无线一日一夜未归 蓝旺基心中不安 几次派人去宫门口打探消息 都未过 自己也亲自前去探看 宫门紧闭 四处都已戒严 不得随意出入 蓝旺基抬眸 看着前方不远处的宫墙 眼里压着沉沉的墨色 聂府可有消息 还没有林月上前一步道 将军 聂都使至今没有消息 连进军的方统领都没了踪迹 怕是 魏帝有样 可贴身的都使和进军统领却同时失踪了 林月深吸了一口气 怕是要有大事发生 蓝旺基没说话 这时 有士兵骑马奔来 公申禀报道 将军 侯爷请您速回军营 何事如此着急 林月问道 二皇子挟南城守卫营说要入宫平乱 乙公下南门 正向宫门逼近 真的要乱了